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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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很多相关题材的影视剧也沿用了本就细说的情节 说到九子多迪 可能很多读者觉得自己了解的还要高于作者呢 福天 军天从两位作者的代表作品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特定朝代与历史人物的偏爱 比如福天热爱明朝 朱门风流 高太理新传 唐朝 武唐攻略 圣唐风略 明朝的皇帝都十分放飞自我 很有性格 很适合编故事 福天表示 历史资料丰富 人物生平记录也很详细的明朝对网文写作出学者来说 是个相对容易驾驭的选择 福天则对岳飞与诸葛亮情有独钟 不败战神岳飞岳家军封起三国兵弃谱 他自小便通过善田方的评书 书店里的连环画 对这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埋下向往的种子 但福天强调 写文时 自己会避免带入鲜明的个人喜好 也不能完全以仗历史资料来创作 流传到今天的很多人物传记 都经过了很多年代的编撰 不仅美化 甚至是神化了人物 作为创作者 要学会分辨历史资料的真假 站在中立的态度协作 福天也赞同地表示 不能对历史人物过于苛刻或过于美化 要体现出创作的两面性 我在阅读曾获得矛盾文学奖的历史小说张居正时 就发现作者其实把一些张居正的政敌高 孔的政绩安到了张居正头上 把主角刻画得过于正面了 没有全面展现人物的魅力与缺陷 论坛现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作家查找历史资料也便利了不少 福天介绍自己过去会上中国之网买论文 还会从书店搬回家十几本书 只为了了解唐宋明清时期科考近视的不同情况 现在网文读者可能觉得故事性更重要 但过去历史文的读者是很吃专业度和细节性的 福天说 有的时候写之前脑子里并没有鲜明的故事 但是在看史料找切入点时 不经意间就会灵光一闪 比如明代《灰州四眷暗》 从产生兴趣到衍生出故事 喊水到渠成 对军天来说 查找资料也是创作中最麻烦最有乐趣的环节 史料太少 无从查起 史料太多太详细 虚构的情节又加不进去 军天笑道 当然看了大多数资料最后都没用上 有时作者写好了大纲 查资料后 发现 史实与想象很不一 当于是 又会陷入到底 要不要按大纲来写的纠结 对此军天也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大纲就是用来歪的 作家要相信最初的灵感 其实写历史题材的网文 以采用的历史人物 都是自带人性考验的 军天如此告诫后辈 创作中遇到了问题 不要寄希望于别人告诉你怎么回避 怎么解决 最好在创作中积累事件出应对的方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再次行 查看更多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